如果你想在你的樂器有明顯的進步 你想玩好一點的音樂 有什麼辦法呢? 第一樣就是開著拍子機去練 很多人都懂得用拍子機 但他們不懂得怎樣練 拍子機有自己一個速度 然後自己用另一個速度拉 很明顯你就不是在用拍子機練 你用拍子機,如果拍子機開著80這個速度 那首歌你就是要按這個速度去拉 還要是慢練,你如果不夠慢 那其實也是沒用的 慢練就像你拿著放大鏡去看清楚 這裡有什麼問題,下面有什麼問題 第三樣都是用拍子機的就是 輕,很輕地練,很細聲地練 你如果很大聲,你以為自己拉得很厲害 或者彈得很好 但其實這個是自欺欺人 你不夠細聲,其實有很多問題 你是很容易就放過了自己 因為你給大聲這一點是干擾了你的判斷 你覺得這些東西夠大聲就等於好 但其實不是 我在樂團排練,很多指揮其實就是用一模一樣的方法 他聽到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他不會讓我們用同一個速度 用同一個音量去反覆練 如果A至B的速度是 1.2.3.4.. 可能他聽到有些音是不對的 那它就會如何呢? 它就會把速度放慢去, 如果連這個速度也覺得太快, 它甚至會去到, 重要它不是只是這麼慢, 它還會叫我們將所有東西, 可能本來的譜是寫著, 是forte是大聲的, 它就會叫我們, Play Piano, 這是不能騙的,是人人都聽到,當你一萬年再加很細聲去拉的時候 所有問題都浮出來,你是騙不到自己 知道這些問題是所在你才能練到 否則你用太快的速度,或者你的速度不夠慢,不夠細聲 你連問題在哪裡都不知道,你開著拍子機練又有什麼用呢? 講到音色,就不是拍子機是可以幫到你的 或者那個phrasing,或者夠不夠對比,夠不夠 contrast 第二步就是要用心去主動去聽這些東西 到底我的phrasing如何呢? 到底我的 contrast 夠不夠呢? contrast 不單止是音量的 contrast 可能是三個 F 和三個 P 固自然是 contrast 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contrast 但是會不會還有音色上面的對比呢? 譜上面叫你拉一個,現在我講的是小提琴 譬如D 弦的三手指,就是G Rémi Fassol 但是如果你想做一個很紅壯,很有力量的G 你會不會試一下去G線在五把位按這個音呢? 利用G線的音色,你拉緊一些Berrock的東西,或者Classic的東西 可能Mozart的作品的時候 會不會你的動作是很生硬 而是跟那個音樂是沒有關係的呢? 這個也是很靠我們主動去留意的 主動去聽,主動去感覺 大家不要依賴了拍子機 拍子機只能夠幫到你去到某一個階段 但是如果你想把東西拉到好聽 拍子機是沒有用的 拍子機是不可以幫你把你的樂句拉得有感情 拉得好聽,是感動到人,感動到自己 這個拍子機是做不到的 問自己你聽到什麼? 你越聽得到多東西或者多問題 那就表示你的耳朵越好 我們玩音樂可以不用對眼 但是就不可以不用對耳 錄起它,將你所練的東西錄起它 可能只是兩項 或者可能只是一板錄起它 然後再去看,再去聽自己 這個難就難再 因為是很客觀地要你去看 你自己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學生他告訴我 他來上課 他很明顯是拉得很差 很明顯是沒有練琴 如果他有錄起,他自己有看 他自己有聽 我想他都一樣會像我這樣看到一樣的東西 沒有理由那些音又衝快 音色又難聽 沒有理由你自己也過到那一關 其實你去上課 其實都是給另一個人 給先生去聽 沒有理由 先生看到的東西 你自己也看不到 這個方法就是難在 你一定要有謙虛的心 你要肯去接受自己 哦,這裡的音色是一般的 如果你有這樣的心 即使你已經畢業 八級考完幾多級之後 你如果用這個方法 仍然都會有進步 嘗試將你所聽到的東西 和錄音 那些最一線的soloist 他們的錄音 比較一下 看看撐了什麼 或者對方做了什麼 自己是沒有做到的 為什麼人家的演繹 是這麼特別 為什麼自己不同呢 去到最尾 我們其實是想將一些 沒有生命的音符 譜上面沒有生命的音符 一些指示 是把它拉得有生命 我們是想講故事 我們是利用 我們是用樂器 是用音樂 是用作曲的譜 去講作曲的故事 去講自己的故事 是讓別人明白這首歌